就在伊朗十三號空襲以色列之後 隔天以色列戰爭內閣發布影片 表示要讓伊朗付出代價 不過稍早傳出計畫申辯 十四號當天 以色列戰爭內閣成員 原本透過了聲明 表示會帶適當的時機 讓伊朗付出代價 但是稍早又傳出 因為擔心事態升級 美國總統貝登 已經立刻跟以色列總理進行通話 根據紐約時報指出 由於伊朗的這一波攻擊 絕大部分都被以色列的防空系統擋下 沒有造成嚴重的衝擊 加上拜登苦苦相勸 最後是成功阻止以色列發動反擊 也避免中東局勢繼續向上升文